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ATIPRENTER 这个事实上它本身是属于所谓的数位教材制作的软体 但是呢它在我们的这个那个影片剪接的功能部分是完全免费的 好完全免费的 那这个软体没有使用的期限 有功能的限制 所谓的功能限制是指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所谓付费的功能 一样可以输出 但是呢免费方案就是它会多一个logo在上面而已 它并没有限制你说这些功能完全不能用 所以其实我是还蛮喜欢它的 那尤其是它在影片剪接功能 跟各位最熟悉的那个PowerPoint 几乎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也可以做萤幕上的录影 比如说你要做数位教材用也可以 好那各位进去之后应该都跟我一样是不是中文了 OK 又有新版本了 我怎么又忘记更新到最新版本 没有关系 这边就先取消 来 我们就来这边 因为我们刚刚OBS不是有录影吗 可是OBS并没有提供什么 剪接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搭配这个 或者你要搭配微地导演都可以 我先用这个来做 你看我们就直接按一个新建工程 有没有 就是开新的档案 开新的档案 好那在开始之前 我要先考一下各位 因为刚刚忘记考大家 你OBS打开有没有第一题 这个YouTube的品质 OBS这个你看我把它点开 我要问一下大家 因为我们要做影片嘛 那影片的话YouTube是大家平常就在使用 或者一般的影音频道都一样 好你看我们按Play的时候 你应该都看过这里 对不对 这里大家都知道数字越大代表什么 画质越好 所以我不会考你这一点 我会考你的是 你刚刚看到的数字 代表是影片的宽度 还是影片的高度 还是你觉得另有引擎 好你选好了之后 请在上面这里 在上面这边有一个提交结果 我们来先问一下大家 看看大家对影片 有没有点甚 好吗 大家好像都回答差不多了 我马上重新 好 圣阿如还在努力 没关系 我要看结果嘛 你就按上面这里 有没有上面这个题目是可以按的 一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 有没有 你往下的话马上就看到 我们就不要看谁回答什么 这样会伤害到别人 来 看起来你们班也是符合预期 现在民主制度之下 最多人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讲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嘛 只有这些人 比较有远见 所以知道下次不要老是用投票不对的吧 虽然每个人都一票 但是每一票不等值啊 哈哈哈哈 那是影片的高度 哈哈哈哈 来 没有关系 刚刚既然有同学问到可不可以改 当然是不能改 但是 你可以做笔记 因为OneNote有笔记的功能 你看右手边 有没有显示笔记 你可以忏悔 这样了解 如果写好了按右手边确定 你的笔记就做好了 这样笔记就跟你的教材在一起 下次看到这个教材 你就知道你又要唱会一次了 这样就会记得 这样有没有简单 你还可以做第二个第三个 万一再来还是在错的 你就再唱会一次啊 那如果你觉得 我想要更好一点的 你看上面这里 有没有叫手写笔记 有没有 但是呢 各位手写笔记需要装一个扩充工具 你把它按一下之后 它会告诉你 麻烦你要装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以我这边来讲 我用是Google Chrome 所以你就要装一下Google Chrome的扩充工具 你来这边把它按一下 加到Clone里面 新增 那么待会儿你注意一下 右上角会多一个图示跑出来 有没有跑出来了 你看我右上角 有没有多一个图示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 重新整理一下 在这边 你觉得这个地方我要了解一下 你就按手写笔记 有没有帮你把画面拍起来 你就可以用这支笔 在上面做注解 我 又错了 好了之后 有没有看到这好像小飞机的 就可以送出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有 有没有发现你的笔记 除了文字的还有图片的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这个是OneNote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还蛮不错的 如果各位有计划也可以尝试看看 这样有没有涨知识了 但是既然是高度 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他是高度 那代表的宽度是多少 240是320乘240 大约是VCD的品质 我们VCD是352乘240 360是640乘360 大约是一般各位比较常看到的有些人的网页的文章上面不是有砍入影片吗 大约是那个大小或再小一点 那480是720乘480 各位应该都看过DVD 有没有 DVD就是这个规格 那720以上你会发现后面都有一个HD 表示高画质 这个是1280乘720 另外再上去还有没有 有1080 对不对 这是1920乘1080 所以你们也没有发现你们在设荧幕解析度的时候常会看到这些数字 再上去还有没有 有2K 4K 8K 这样了解了 好 这样就长姿势